歡迎收看小明星 哈囉台灣 我是蔡依珍 舒立早安 依珍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真的是很哀怨 哀怨 都11月了 怎麼還有颱風要來啦 不如要來了 對啊 夠了啦 今年不缺水 真的 之前要他們來不來 今天來就一大堆 真的是 到底怎樣 到底會不會來啦 目前看是未來啦 我快煩死了 本來不是說是他邊 其實今天一個禮拜星的開始 我們應該是要振奮人心一下 但是一大早起床 看到最新的路徑預報 有點難 就整個心情超級無敵 又夠不美麗的 都被嚇醒了 真的是 真的要被嚇醒 但是我們還是要盡我們的本分 對不對 這個從專業的角度上 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提醒 該注意的就要注意了 好 那我們還是先來看看 這個康睿好了 這個康睿 來 我們先從世界各國的路徑當中 來看 從昨天觀察到現在 其實世界各國的路徑 從本來擦邊到現在 幾乎都是登陸了 因為中央氣象署 最新移報的路徑 其實又更西偏了 更西偏的情況之下 其實現在中央氣象署的路徑 是從花蓮登陸台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世界各國的看法 其實差不多已經都快趨向一致的 唯獨還有一些意見分歧就是 到底是擦邊還是登陸 那最主要就是要看了 現在看起來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其實是會增強的 那如果是這樣 那我們就乾脆 你要增強就增強再多一點好了 因為如果太平洋高壓 以現在的預測 也就是未來會增強的話 那因為這路徑就從本來不登陸到差邊 然後現在就變成都登陸了 但是只要在再強 現在也有一些模式認為 它有可能會往巴士海峽或菲律賓走 所以其實有沒有變數 還是有變數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還是要再觀察 但是如果按照中央氣象署的路徑 來 接下來有幾個時間點 我們還是必須要提醒大家注意 首先從影響時序當中 我們就進一步來看 現在康瑞颱風距離台灣 差不多是在1160公里的地方 行走的速度坦白講還算正常 那你可以看到以中央氣象署 現在這一報路徑來說的話 當然就是朝著台灣而來 而且目前看是在花蓮登陸 好 禮拜三事實上這個暴風圈 它就會接觸到 台灣的海上警報的警戒線了 所以看起來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中央氣象署 也要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了 這個颱風其實在越接近台灣的過程 它的強度還會增強 這康瑞颱風不排除會增強到 中度颱風的上限 那有沒有機會變成強烈颱風 真的不用了好嗎 但是我必須說 專業來講是要在觀察的 但是勢必它如果真的來 那麼強度真的不容小覷 好 那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在禮拜四這一天 是影響最距離的時候 因為整個中心就登陸台灣 整個暴風圈籠罩全台 那麼禮拜四跟禮拜五這兩天 是康瑞颱風影響台灣風跟雨 最明顯的兩天 那麼禮拜六這個暴風圈 才會逐漸的脫離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差不多在明天 其實康瑞颱風就變中度颱風了 那麼一路現在看起來 直撲台灣而來 這一針 如果它真的登陸的話 你知道嗎 這是睽違57年 那很久 11月份登陸台灣的颱風 但是我看到這個路徑 我真的不是非常的滿意 這個睽違57年 上一個在11月份 登陸台灣的颱風57年 是在1967年11月18號 那個颱風是強烈颱風叫擊打 我跟你講那時候我都還沒出生 我想也是 我那時候想像 我剛剛就在看1967 我們還沒出生 所以我們想太平洋高壓 大家去 長一點 集氣一下好不好 對 真的集氣 不要再來了 可是它如果真的要來的話 那這樣子看起來 我們雨會怎麼下 好 那這個禮拜的天氣 當然就跟颱風息息相關了 那我們就趕緊來看看 事實上現在的下雨跟颱風 是沒關係的 真的嗎 也不是它外圍的水氣 現在下的雨是東北季風的雨 好 所以接下來 我們就趕緊來看看了 好 那今天到明天 主要都是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 所以現在北台灣當然咯 像現在北部還有宜蘭都有在下雨 那另外還有在下雨就是高平地區 從昨天的午後雷盛雨下到現在 這也是很罕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要這個 禮拜一跟禮拜二東北季風 那麼北台灣北部地區到宜蘭 當然都會有下雨 而且局部是會有大雨 溫度也會下降 所以像北部地區 差不多在25到27度左右 中南部都還可以來到29到30度 好了 禮拜三就是一個東北季風 再加上康瑞颱風的外圍環流了 所以這個時候尤其包括了桃園 以北到宜蘭就要小心了 降雨的現象就會更明顯 而且雨勢也會更大 中南部主要的雨都還是以午後雷震雨 而且偏重在山區為主了 那麼影響最大就是在禮拜四跟禮拜五 因為就是受到颱風直接的影響 不只外圍環流 再包括環流本身 那麼這一次來看 主要還是以北部跟東半部為主 中南部的話 這個就看颱風到底會怎麼走 怎麼來影響台灣 其實跟整個降雨的分布 也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就要特別提醒大家 趁著現在就趕緊先做好 防台的準備 一針 但是我們說到了防台下雨 其實我們這個星期 還是有很重要的任務對不對 對 其實風雨生信心 在這邊我們要特別謝謝 而且電視機所有的觀眾朋友 全台灣這個超級 真的非常有愛 上個禮拜我們風雨生信心 所以我們雖然知道 這個雨會下得很大 但是我們還是前往花蓮去陪伴花蓮的 這些可愛的曼菲天使們 但是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現在 統計到昨天 你看整個小額捐款 湧入了4407筆 而且我們的善款已經快要600萬了耶 現在累計到目前是586萬 4900多元 不過我們的目標還是1000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一次我們要幫助的 就是北花蓮 昨天北花蓮還地震 這個兩個比較偏小型的機構 所以每個機構各500 目標總共是1000萬元 真的是非常 書弟真的非常要感謝 所有捐款的 這些有愛又溫暖的朋友們 你知道嗎 我們禮拜五風雨無阻 然後趴趴夠 那一天不僅 本來以為是大風大雨 結果居然出太陽了你知道 然後當天禮拜五當天 這個小額捐款湧入了1000筆 就是禮拜五趴趴夠當天 總共有1000筆小額的捐款 那光是禮拜五一天 我們這個1000筆 總共募了100萬 100多萬元 都在禮拜五 我們趴趴夠的時候 所以書立這邊感恩在感恩 不過當然離目標還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也希望觀眾朋友 這個禮拜又要風雨生信心了 因為這個禮拜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到華聯 所以也希望在熟立 陪伴的大家度過颱風的同時 還是不要忘記 我們華聯的漫飛天使 等待著大家 依珍 好 確實 不過這個星期 我們資訊量也是很大 我要趕快把詳細的 氣象資訊要交給你囉 好的 那書立就趕快快快來講 這裡阿里沙二元平步道 你可以看到景色非常的美 有雲海耶 好啦 不管怎麼樣 一個禮拜新的開始 不要不錄了 來…不要受熟立心情的影響 我們展開今天 11月28號禮拜一 一個禮拜新的開始 加油… 好啦 那我們就趕緊 先從雨量累積圖 要告訴大家 氣象鼠是發布了 大雨特報 那我們來看看囉 從這個雨量累積來說 包括了北部 東半部 還有南部都有在下雨 而且現在南部的 累積雨量跟雨勢 都比北部來得大 那麼主要就是從昨天 那午後雷震雨下到現在的 那麼目前的累積雨量 高雄決定有61毫米 那麼另外在宜蘭的南澳這邊 則是有38毫米 那麼氣象鼠發布了大雨特報 主要也是針對南部 台南高雄屏東 其實要注意都局部會有大雨的 我們再從雷達回播圖 也要告訴大家 南部的觀眾朋友也不要太不錄 因為雖然從昨天下午下到現在 還在下 可是現在的降雨 已經開始有趨緩的跡象 為什麼午後雷震雨下到現在 的確這也很罕見 主要是因為風場符合的關係 這邊有一個小低壓 才會讓整個對流一直不斷的在發展 所以南部的雨從昨天下午下到現在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逐漸趨緩 反倒是東北季風帶下來的水氣 北部跟東北部 其實現在也都有下雨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路況安全 溫度上又是如何 來 我們也趕緊來看看了 首先今天來說的話 北部台北現在是有在下小雨的 溫度現在是24度 台中雲多25度 南部下大雨 各鄉現在就大好了 現在你看屏東是有13毫米的時雨量 高雄的旗山現在有8毫米 溫度上現在的高雄是25度 那麼另外東部的花蓮廳 還是會有變數 但是大家趕快趁著今天到明天 趕快做好防台的準備 尤其是北部跟東半部為觀眾朋友 看起來陰風面 風跟雨都不容小覷的 那麼至於從衛星雲圖當中 我們就要來看這個康瑞颱風 到底會不會成為57年來 11月登陸的颱風 事實上它的強度 你可以看到它的結構有更好了 而且強度還在增強 因為台灣這一路過來 這海水的溫度現在都還有29到30度 所以預期還有機會變成中度颱風 而且甚至是中度颱風的上限 那麼另外今天的天氣上來說 主要還是東北季風的影響 在雨區預報 我們要提醒大家 今天的雨會怎麼下 今天來看的話 桃園伊北到宜蘭 今天降雨會比較明顯 尤其陰風面 還是局部會有大雨的 至於竹苗 還有就是花蓮 台東 今天的雨則是比較局部 也比較零星 另外中南部 尤其是在南部地區 今天還是會有午後雷震雨 到了今天晚上之後 東北季風的影響 北台灣的雨還是會繼續下下去 另外從地面天氣圖 我們也提醒大家 海面上的風浪還是比較大 尤其大台北地區 不排除還是會有5到6級的強震風 至於各地的詳細溫度 趕快帶大家一塊來看看 首先北部地區今天會比較涼 今天的高溫則是在24到27度之間 中部地區的話 今天的高溫是在28到29度 再往南走南部地區 今天不下雨的時候 都是出太陽的 溫度甚至都還可以來到29到30度 那麼東半部地區 今天的高溫則是在24到29度之間 離島地區今天的高溫 則是在23到27度 所以最後學歷趕快提醒大家 今天出門除了要帶傘之外 那麼防台工作 大家趕快準備好 時間再交換給一陣 我們下支撲 我們下支撲 我們下支撲